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又來自澳洲的真別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平靜就是反網報 好 今節我們又說說拜登真的很頭痛 之前想著俄羅斯肯一換二計劃 一換二計劃是什麼呢 我們再說一次就是 用俄裔的一位 買工具的人士 工具當然是軍備軍火 想著換兩位美國公民 包括今節我們說的這位 美國女子籃球員 亦都是美國的奧運金牌冠軍 他更加是一位彩虹人 其實 他做了一件事是 相當地有爭議的 就是 他用 手術的方法 去除了 女士的一些 特徵的部位 如果女士的話 知道我們要 如果 生了小孩是用什麼地方去 餵小孩的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他是 你覺得算不算極端呢 大馬Sir 你的取向不重要 我覺得是不重要 但是 需不需要做過這樣的 行動呢 去表示自己是彩虹人呢 我又覺得 不需要 他們是需要的 他們自己覺得 這是很奇怪的事 我沒有這個 題目之前 其實一年多之前 我已經有留意這個人 因為他 是比各 女子籃球 少有經常入津的 或者球籃 的女子 後來我就看看 WNBA 原來他是說 如果他除了這個 女子有的特徵 他就可以好像男子那樣 打赤 在海灘走 他不是說我 我覺得 極端 我覺得太極端了 這個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說回來 這位阿姐 他 叫做Britney Britney Greenner 布蘭尼 當然不是那個 布蘭尼 大家的名字 同名 同名 他 之前就被俄羅斯 檢方指控他 走私為禁品 當然 真的不是很討論他 因為在海關當中 是有他 一些罪證的陸像帶 是很清晰很清晰地拍到的 不是屈他的 他原來 昨天就宣判了 俄羅斯莫斯科 的 法院 就宣佈 走私和持有為禁品 罪名成立 如果拜登不夠他 他就要蹲九年 罰款就是一百萬勞保 一百萬勞保就很少 就是一百萬多美金 對他來說也不是什麼錢 對於這個結果 他當然是 表示不服 將會提出上訴 拜登 也馬上發了聲明 說這個判決不可接受 另外 國務卿布林肯也說 這個簡直是個錯誤的拘留 美國政府將努力把他帶回美國 法官就說 這位 布蘭尼 有私自帶一些 遺禁品 和持有遺禁品進入俄羅斯 判他九年 處罰一百萬勞保 之前 當地 檢方要求 法庭判九年 本來判九年半 現在 算不算是 格外開了 少了半年 半年少 大佬 俄羅斯的法學院就說 考慮到他的情節不算很重 而且在俄羅斯打球那麼久 對俄羅斯體育界有所貢獻 所以減了他半年刑期 另外法官也是下令銷毀 在他行李箱查獲的 有草 草的油 他的 辯護律師就是這樣說的 當局對於 Britney 物品的檢查是違規的 什麼 檢查是違規的 但那些東西真的是犯法 我不明白 如何是檢查違規 我看過這條視頻 在他過海關的時候 有什麼違規 其實每個人過海關的時候 有機會被隨機檢查到你 除非你說 海關人員 放一些東西在你的行李裏 另外說 如果在你行李那裏 研兜兜地找到出來 檢查出來的話 你沒得說 美國的媒體也不敢說 他被人挖 因為他在美國也是有這個行為 所以他在美國是在美國經常做的 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當然了 他的律師就說 你們檢查是 違規檢查 所以要求判他無罪 但是 法院就說如果法院判他 判他無罪的話 這是不公平的 事實上真的有證據 你知不知道 他在宣判之前 他始終是求生的發言人 他居然說 這是一個 an honest mistake 即是 一個無心之失 如果你用這個說詞 我只能夠說 幸好你這次是去俄羅斯 如果你去東能 新加坡 大馬那些 讀頸 是讀頸 他就說 為什麼要帶他呢 因為 他剛剛在新冠 那裏 康服 不舒服 所以打包行李太急了 忘記了 嘩 真是挺堅強的 老闆 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東南亞地方很多人 不用因為這些 被判 極刑 沒錯 你這樣說的話 好像真是太堅強 你想一下布林肯也不敢說你是被人屈 他 亦向 自己 俄羅斯效力的求會 葉卡哲林保 俄羅斯和 WMBA 因為他們兩個俄羅斯都有效力 他們是WMBA的球員 亦有道歉 亦向自己的妻子家人 隊友球迷道歉 亦說自己犯的錯令他們蒙羞 他更加向法官說 希望 法官大人 你的判決不會 終結 我的人生 不會99年 都終結不了我的人生 我們知道這位 Britley 31歲 效力 因為他們 WMBA 賽季休季期 就去其他地方賺食 賺多兩個錢 效力於美國女子職業 籃球聯賽 即是WMBA的 風凰城水星隊 是中風 都挺偉大的 他的整個職業生涯 就是 7次入選明星賽 以及2014年的時候 獲得了 WMBA的總冠軍 自從2015年 Britley 在休季的時候一直都是為俄羅斯聯賽道效力 亦都幫他們連續獲得多個冠軍 另外 他更加是美國女子籃球國家隊的成員 在2016年 李若熱愛勞奧運會和2020年 東京奧運會是獲得金牌 當然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是21年舉辦的 亦都令到一個人 頂了一板就是菅義偉 一想起東京奧運會我就想起他 挺慘 說回今年2月的時候 Britley就從紐約 飛到莫斯科的機場 被海關人員 在一次 當然你可以說他故意調查他 因為他是美國人 那你沒東西 沒東西都屈不了你的 在 俄羅斯海關人員的一次 例行檢查當中就發現他的行李裏面有遺禁品 俄羅斯 聯邦海關3月5日就發了聲明 說 Britley攜帶的 一個盒裏面 就有 草油 莫斯科的警方 亦都用剛才我們說的罪名告他 7月7日的時候 Britley在庭上承認自己 被捕時真的有攜帶遺禁品 真的有 他亦都強調自己 我是 這個好笑 我不是 有心想犯俄羅斯法律的 不過 自己因為 剛剛 中了新管 趕著回來打球 執行你的時候 太急 忘記了自己很意外 這更好笑 他說那些東西 意外地跌入了盒子 好像 很牽強 很牽強 因為他是一個電子煙盒 意外地跌入了電子煙盒 之後 又很 匆忙地把他打包了 不知道 所以 就是 對不起 法官大人這樣說 當然 他的法律團隊希望當地法庭可以考慮 主動認罪 以及其他相關的情況 是寬大處理的 給你半年少了 算是寬大處理 他可以說真正俄羅斯人可能要10年 現在9年 值得注意的是 原來Britley在認罪前一天 他寫了親筆信給拜登 請求拜登不惜一切代價 將他帶回美國 他亦說 總統先生我相信你因為 2020年第一次投票 我就是投給你 我會 感謝任何你為我帶 帶我回美國做的一切努力 事實上 因為 體育界和演藝界 對於民主黨都是一個偏愛的 所以投給拜登我覺得都是 正常的 自從Britley被拘捕之後 美國官員和體育界一直都 說俄羅斯警方是實施了錯誤的拘捕 就認為Britley是 一個棋子 是不是棋子 我覺得也有這樣的政治意味 但是 如果你不是有這樣的記事 你怎麼會 變成一隻棋子 你自己身有棋 事實上真的是身有棋 是不是 他身有草 這次就是 俄羅斯政府 就否認這件事 強調單案件 與政治無關 因為的確確 是在 Britley的 行李入面搜到東西 當然經過幾個月的 政府的談判之後 拜登就提出 這樣吧 我們都說過死亡商人 俄羅斯 的軍備 大商家 布特就換了他 好嗎 另外換了就是 保羅惠蘭 保羅惠蘭是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成員 因為 俄羅斯判他16年 就說他是有從事間諜活動的 布林肯當時更加宣佈美方向莫斯科學提交一份 實質性提案 他寫到 是substantial proposal 就說希望 用布特 來換 結果 社長節目都說過 俄羅斯外將拉夫羅夫 他就說 這樣啊 好像不行 我們 沒有收到任何的請求 也都沒有人跟我們講敢做 當然 Britley 昨天就判了刑 布林肯有發聲明 就說 這個判決結果進一步加劇了 我們 美國公民被 作為錯誤拘捕的不公平 就說俄羅斯政府利用非法拘留 這個 你多不喜歡他也好 他真的有東西在裡面 不是非法拘留 利用非法拘留 來推進自己的議題 將個人當成政治頭碼 布林肯更加說這個判決 不會改變我們的決心 就是 Britley Greenard 是 非法被拘留 錯誤被拘留的 我們將會繼續努力 令到Britley 和 另外一位被拘留的美國公民 Paul 會翻到美國 拜登更加說不可接受 他就說 他又不是說 俄羅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他就說 昨天說 今天是美國公民 Britney Greenard 被判監的日子 我們再次提醒世界一 已經知道的事 正俄羅斯錯誤地拘留了我們美國公民 這些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呼籲俄方立即釋放他 這樣 他就可以跟他妻子、家人、朋友、隊友一起團聚 拜登也說 美國政府會繼續有不懈的努力 直到救到人為止 當然 究竟怎樣才能救到呢 我覺得俄羅斯可能要多些人 我覺得俄羅斯可能要多些人 還有這些罪犯 在美國境內被扣押 真的不知道 可能現在普京大隊在挑選 正在選 不過怎麼說也好 如果自己 不是有這些傢伙 就 不會被人捉到雞腳 那倒是 因為 有些人說美國有些州 那些草都合法了 俄羅斯不是 各有各法、各有家規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 法律 東南亞很多地方 很嚴重的 你沒有來 你沒有為禁品來 人都沒有 最搞笑的是 吳國耳跌了 這些法官怎麼相信你 太過牽強了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我們追踢 你 再見 Bond